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魏无羡这次风寒原本几日就好了 但是蓝旺基不放心 要求他在静氏内静养小半月 原本他是拒绝的 但后来逃不过蓝旺基的威逼利诱 终时妥协了 蓝旺基答应他在静养的这段时日里 除了必须去雅氏办公之外 其余时间都在静氏陪他 这日蓝旺基有公务要去雅氏 晨间午时都不能陪他 魏无羡无聊至极 在榻上打了几个棍 又捣斥了一下浮转 原本可以截单元颗粒打发时间的他 却因为蓝旺基和他约法三章 不准他修炼过猛规定 每日最多截三粒单元颗粒 未时已过 蓝旺基从藏书阁回来 见魏无羡跪坐在书岸边 露起袖子在写写画画着什么 平日里难得见这人拿起纸笔书写 蓝旺基也不打扰他 而是端坐在不远处的琴桌旁 信手拨弦扶起曲子来 曲位中 蓝旺基便感受到一道热烈 而饱含激情的目光 注视着自己 他微微侧手 见魏无羡正咬着笔头 看着自己一脸邪笑 这个神情像极了当年 他在藏书阁被罚时的神情 亏是自己的模样 蓝旺基有些不太自然道 魏英 怎么 没什么就是觉得二哥哥扬眼 顿了顿又道 难怪那些人喜欢摇穿我们 哼 定是嫉妒我无疑了 蓝旺基听得一头雾水 算起来魏无羡还是上次生辰 才出去了一趟 现在已有大半月没出云深不知处了 他能在哪听到谣传 蓝旺基道 谣传 恩啊 相当逼真啊 若我不是当事人 恐怕这谣传我都会信以为真了 见他有些愤愤不平的样子 蓝旺基问道 何解 魏无羡实习一本书 递给蓝旺基道 若 你看吧 蓝旺基随手展开扫了一眼 书上内容写的是 自己与魏无羡 当年在摄日之争时的事 写书之人虽文笔一般 但陈述的确是实实 没有半点的虚宽或不实 蓝旺基道 无慎 并无不妥之处 魏无羡用笔指着那书道 别只光看这里啊 接着往下看 蓝旺基一眼又往后多翻了几页 是关于不夜天逝世大会 上面写着蓝旺基如何在不夜天建制仪灵老祖 又如何不顾手臂重伤 抓住想要通过跳崖达到金蝉脱窍的仪灵老祖 好在悬崖边又幸的云梦将宗主协助 赐了仪灵老祖一件 才得已了结了这个仙门祸害 蓝旺基微微吐了一口气 不语 又往后多翻了几页 讲述的是仪灵老祖重生归来 本欲隐姓埋明确被大意凛然的寒光君逮住 并设法将其禁锢在左右 不得擅自离身 蓝旺基伸手扶了扶额脚步与置评 魏无羡信心道 之前我们听听市井谣传就算了 没想到现在还被写进书里了 你说写就写吧 可是这写书的人手段也太高明了 真假参半 不知情的还真以为这书上写的内容都是事实呢 明明我们是两情相悦好着呢 非说我们不合 还有 我很好奇 我们俩的是应该知道的人并不多 为时现在好似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你关系匪浅 魏无羡难得消沉地叹了一口气道 之前在香菜馆有谣传说 我给你下了咒 把你骗到手就算了 没想到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 竟然说你身为仙都 不顾仙门威严 甘愿以身似魔 顿了顿魏无羡又道 哦 对了 这堆画本里有给我写人生度传的 有替我鸣冤平反的 但他们一写道 关于我们俩事的时候 都是说是你强迫我 将我软禁在云深不知处 他指着另一本书又道 这本 这本最恶心 简直毫无逻辑 一会说你软禁我 一会又说你说我胁迫 一会又说你胁迫我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现在的这些书 比当年那些 凭空捏造的谣言温柔太多 蓝忘机其实并不在意 这书中怎么写自己不择手当的 要将魏无羡就在身边 他只在乎的是书中之言 是否有言语诋毁自己的爱人 蓝忘机走过去 揽着魏无羡的腰 安抚道 无慎 我们自知便可 魏无羡笃定道 不行 不可 我家韩光君风光纪月 大度不予计较 我可不行 他在蓝忘机肩窝处 拱了拱接着道 我看这些人就是嫉妒我 不相信这么一个 哲心事的可人儿 这么一个清心寡欲 不惹尘埃的韩光君 会对我烦心